youtuber鱼竿以生活化的影片走红 活泼个性深受网友喜爱 频道跟累积了破百万订阅 日前他更新影片透露 7月初从台中北上 准备出席活动时却在高速公路上 遭到后方车辆追逐 当时车流量很多 一路上他只能跟着前方的车子走走停停 不料对方突然紧急刹车 当下鱼竿即可反应过来 后方的车子却来不及减速 撞上了他的车子 他马上下车报警 并在路上放置了三角警示牌 随后到警局笔录 鱼竿坦言当天晚上 一度被气到睡不着觉 因为他的车厢几乎被撞烂 膝盖也因为撞到方向盘 留下了大片瘀青 他借此提醒网友们 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也来不少网友留言直呼 很佩服鱼竿当下能这么冷静 幸好人没事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